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目前的12代、13代酷睿使用的还是10奈米的Intel 7工艺 明年的14代酷睿Meteor Lake将首发7奈米的Intel 4工艺 这也是英特尔首次使用EUV工艺 SVM电晶体规模几乎接近台积电3奈米工艺 英特尔12月下旬,宣布了一个重要里程碑 起手台EUV曝光机已经开机并产生13.5奈米波长的光 英特尔的EUV工艺会首先在爱尔兰的Fib 34工厂生产 实际上英特尔近年初起手台EUV曝光机就到货了 但是安装过程非常费事费力 之前光是建造厂房及准备设施就用了18个月 整个EUV曝光机有超过10万零件组成 3000根电缆,4万多克螺丝 软管长度超过1英里 安装之后也需要复杂的调试过程 12月下旬,在英特尔Fib 34工厂中,英特尔正式启动了EUV曝光机 25000瓦的激光器在一系列复杂的操作之后,成功激发了13.5奈米波长的EUV光 这就是生产最先进工艺的基础 英特尔表示,这一重要时刻为Intel 4工艺开辟了道路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之前多次表示 2022年底就会准备好Intel 4工艺 看起来说的就是这个时刻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 虽然EUV曝光机首次产生13.5奈米波长的光很重要 但是这个距离真正的量产还有很长的距离 显然跟之前爆料说的大规模量产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首发Intel 4的是14代酷睿Meteor Lake处理器 除了新工艺及新架构之外 它还会首次使用多晶片整合封装 CPU、核显、输入输出等各自独立 其中只有CPU tail模块 是这次英特尔最新的Intel 4工艺生产的 IoE tail以及SoC tail模块 则是台积电6奈米工艺生产的 Graphics tail核显模块 则是台积电5奈米工艺生产 还有个Base tail则是英特尔自家的22奈米工艺生产 而且根据近日媒体爆料的相关坏消息 英特尔14代酷睿可能只有行动版 桌机版处理器在2023年只会是Raptor Lake SV Flash 也就是13代酷睿CPU的马甲版 英特尔的Intel 4工艺宣布启动后 其他两家先进制程晶片巨头也一直没闲着 实际上 三星电子6月底最早宣布 开始采用3奈米制程工艺 在三星为相关的客户代工晶元近半年之后 也出现了台积电的3奈米制程工艺即将量产的消息 据DD Times在12月下旬报道称 台积电于12月底开始批量生产 其下一代3奈米晶片工艺 这与今年早些时候的报道一致 即3奈米量产将于2022年晚些时候开始商业化量产 而且台积电还为此在南台湾科学园区 STSP的FAB18举行仪式 标志着采用3奈米工艺技术的晶片 开始商业化生产 据半导体设备公司的消息人士称 这家纯晶圆代工厂 还会详细说明 扩大晶圆厂3奈米晶片生产的计划 另据Mac Rumors报道 在3奈米制程工艺量产后 作为台积电多年大客户的苹果 仍将是他们这一新制程工艺的主要客户 因此 对于苹果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工艺的首款产品 将是自研M系列晶片M2 Pro 预计由随后推出的MacBook Pro和Mac Mini搭载 以提供更强效能动力 苹果目前在iPhone 14 Pro系列的A16仿生晶片中 使用台积电的4奈米工艺 但最早可能在明年初月升至3奈米 不过这种可能性或许非常低 要知道 全球手机产业 今年饱受库存严重之苦 不仅销售量下滑 且包括苹果 三星等巨头也都启动减产 降低市场风险 并加速巨化库存速度 市场预料最快明年第二季前 产业景气有望触底反弹 根据资测会产业情报研究所MIC预估 今年因经济成长放缓 通膨及中国严厉封城封控等因素 全球手机出货量即12.6亿支 年减6.8% 明年全球手机出货量约13.27亿支 年增5.2% 其中 今年以安卓手机阵营衰退最明显 包括小米、OPPO、Vivo等中国三大品牌 均比过往大幅衰退 年简介近二成 苹果是今年六大手机品牌中 唯一有机会正成长者 但因第四级产能受限 最终出货量可能不如原先预期 三星同样受到大环境因素影响 近期传出二度大坎最大生产据点越南组装厂产能 目前 越南厂占三星智慧型手机总出货量比重已降至五成 明年可能降到四成 意味三星为加速聚化库存 正积极实施减产策略 而且韩国媒体D-iLAG披露 受全球通彭牙翼安卓手机买器 加上某项功能致使手机操作出现问题 三星大坎5G主力入门机种Galaxy A23订单 由原定1260万只锐减值400万只 减幅高达七成 是目前三星砍单量最大的机种 据悉Galaxy A23 5G版本并无台湾主要供应链 其晶片采用高通骁龙695 镜头则由中企顺域供货 随着三星大坎七成订单 业界研判高通库存恐暴增 未趋化库存 高通势必的砍价 引爆手机晶片价格战 不利联发科 原本市场认为 进入5G世代后 扣除苹果与三星部分机种 采用自家研发的晶片之外 全球手机晶片几剩联发科 与高通两家主力供应商 而且联发科与高通 都主要采用台积电制程 成本结构差异不大 两强主动发起 价格战机率低 但近期非苹果手机买气疲弱 美系外资市井 高通已陆续在入门5G晶片 启动价格战 根据过往经验 价格战带来的是 市战率与毛利率波动 业界人士指出 三星Galaxy A23分为4G 与5G两种版本 正常年销量合机预估 应为约3000万只 占三星年度出货总量约一成 算是热销机种 其中5G版定价200美元左右 是三星主力5G入门机种 针对营业后市 联发科先前强调 在公司多元化布局下 随着车用电子 资料中心等新应用发酵 半导地产业将进入多元成长时代 届时市场应用 集中度将降低 波动性也会减弱 联发科今年受安卓手机买器不加影响 以下修年度营收成长目标 市调机构Counterpoint最新报告也指出 联发科今年第三季虽然蝉联 全球智慧型手机处理器出货量龙头宝座 但市占率下滑至35% 即减3个百分点 反映中低级手机需求疲弱 及库存持续调整影响 预期本季受制于需求低迷 及中国手机品牌客户砍单 出货量将持续下滑 高通因专攻高阶市场 即获得三星名年度旗舰新机 Galaxy S23系列订单 第三季市占率提升至31% 但因手机需求低迷 三星出货动能同样疲弱 业界人士认为 以科技业来说 手机是这波市场寒风中 最先陷入谷底的产业 去库存脚步也较早启动 市场复苏时基点会比较快 目前供应链居认为 最快明年第二季 就有机会恢复过往水准 根据另一份报告 2023年晚些时候 iPhone15高阶机种的 A17仿生苹果晶片 M3晶片 将基于台积电的 N3E节点的增强型 三奈米工艺 但该工艺尚未上市 根据DG Times的报道 援引行业消息人士的说法 在台积电增强版 三奈米工艺的生产开始之前 三奈米工艺晶片的生产 不太可能增加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